HELLO 大家好,今次這條影片是一條速遞影片 你就會看到有些月餅,今次要將這些月餅送給其他人 現在看到就是後製的聲音,現在是踩單車出去 通常我都會踩單車出去,然後搭其他車再出去市區 通常都要出去,這裡就是平時我踩單車,然後到這裡就停下車 其實看到有個盒子和袋子,那就是月餅,就鎖了 這裡就是乘巴士的情況 今次就將月餅給其他人 分別給兩個人,做一個速遞員的角色 這條影片的聲音應該是挺差的,因為我用耳機 沒有專業的收音 現在先去了另一個地方,然後再去另一地方 因為是兩邊的人 中途之後就約見了另一位人,第一個人 吃了一個飯,之後就要搭地鐵 之後再轉去彩虹,因為我去長沙環 之後再去太子轉觀塘線 現在到西貢了 好,這一條就是西貢的碼頭的一條影片 其實當時就沒什麼說話,因為我不是很習慣 這個西貢真的挺漂亮的,碼頭 碼頭挺個人 海水味 好久沒有海水味 最後就乘車離開了,交修完 比較遺憾的是沒有拍太多照片 正常來說應該要多拍一些照片 不過就很少拍照 這次其實就是一個同事 另一個就是一個比較支持我的觀眾 去那邊給他一個月餅 其實就 月餅不是我做的 這個是我家娘做的 遲些我都會學 因為始終 始終這個都 因為這個 我家母都用了很多心機時間 做廚藝的東西通常都要一些時間 一些時間去鑽研 不是說 可能幾個月就完成了 可能是說幾年的時間 因為你需要用幾年的時間去嘗試 因為月餅不可以狂做 狂做 狂做就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狂做 我都不清楚 不過就 因為每年的中秋節都有做 差不多做了三四年 三四年的成果 這個月餅 其實我自己也覺得OK 所以就給他們 趁著這個中秋節 也都感謝他們 還有你一個同事 同事都說想試一試 給他 是我的同事 好了 先講講這條片 這條片其實就不算太多的 一些重點內容 可能非常簡短 還有就很 很散亂 很散 只能夠用散一個字形容 因為本身小弟我 就非常之不習慣 就是出街 拍影片 就是 我們拍Ford 那類 我就比較少 應該是說沒有 幾乎是 對 就因為 不是很熟悉 所以都沒有什麼可能 很難在大眾的情況下 是炸技 暫時都沒有克服到這個問題 另外就是 對 沒有克服到 日後有機會都會嘗試一下這一類 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 這類型都不錯 給自己一個剪片的一個 挑戰一個的測驗 測小測驗 一個小的 一個小的試鏈 都不錯的 那 無可奈何就是今次的影片 一些素材太少了 原本應該要有的影片 就太少拍了 其實我自己都比較遺憾 對了 那第一次 講完這個西貢 我第一次進西貢 第一次進西貢 這麼遠 我自己 都幾軟 不過就 不 車程其實不算太久 不算太久 不過就比較麻煩 真的 因為 因為要轉去其他地方 要再坐小巴 因為西貢就沒有 沒有地鐵 那一定要坐小巴 那類的 就是這個六行的 一個交通工具 去了西貢 對了 如果你在西貢出來 你就必須要坐小巴 或者 應該是坐小巴 和的士 我不知道有沒有巴士 好像都 不知道有沒有巴士 那 就坐出去 九龍那邊 九龍再轉地鐵 那麼 其實都 都 都沒有什麼 怎麼走 因為西貢那時候 我走的時候 差不多都六點了 免得太晚回去 那下次有機會 都想下西貢 因為西貢都是一個 因為不是經常來的 很少機會會來 所以下次 有機會再去西貢 我都會走 早點進去 因為那時候就比較硬 我走的時候 差不多已經是天黑了 我走的時候天黑了 那 都比較上 沒什麼 怎麼體驗到西貢的地方 我看到西貢的碼頭 其實大家剛才的影片都看到 西貢的碼頭其實挺漂亮的 挺漂亮 還有海水味 海水味 有一個懷念的感覺 因為我之前都聞到海水味 之前在這個南區那邊 都有這個 很多什麼碼頭 搭船那些 好了 今次這條影片 可以說是一個 感謝的一個影片 是一個Ford 叫做Ford 對 比較短的Ford 就 感謝一個觀眾 這個觀眾 還有就是一個同事 一個同事 就 有了這個念頭 去 速遞員 做這個速遞 相信日後 都會有更多這些影片 大家繼續支持我 繼續留意這個頻道 就會有更多這些好事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見 哦 嗯 哦 嗯 嗯